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具体对手是如何变化的呢 那么我们今天来解读一下 这个轩亚利的选手他们也是一左一右的组合 他们也知道樊仁东和丁宁一左一右是要调动正手的 所以说这个女运动员在给丁宁球的时候 她也给到了丁宁的正手有意识地去给 但是呢在短球方面从第一局可以看出来 这两名选手他们在短球上和我们的差距是相当大的 有的时候她给正手质量也不是很高 这名女运动员实际上她的意识她非常好 她是希望能够给到丁宁的正手位去调动丁宁 虽然她这个球没有挑到 但是可以看到她挑球的这个速度非常的慢 她这个球即使她挑过去了 丁宁也已经在正手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到了第三局这个女孩的球回到了丁宁的反手位 大家可以看这个女孩她不再去摆短了跟前边 那么丁宁在反手拉这个球的时候 还是依然是回到了中间位 中间位的话那么这个男选手她第一局的时候 她是站在中间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但是到了第三局她知道丁宁的这个上手对她来说 没有特别大的威胁她就开始让这个女孩索性 就给到丁宁的反手就打长球 打完长球丁宁这一下没有什么质量的时候 她就用全台正手去反了 而且说这个薄纱在第三局的战术里面 用的是非常的奏效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球 丁宁发球男选手摆了个短 樊振东轻挑到了这个女孩的反手位 这个女孩一拉手的话 没有变丁宁的正手 还是一个直线 打到丁宁的反手位 那么这时候丁宁还在准备正手 就说明之前正手的这个控章 对丁宁的牵制很大 那么第三局的时候 对方已经不变了 那么这时候就应该是站到了中间位 那么索性你到了我反手 我就用反手打到我正手我就带你 这时候就不用再去勉强用正手了 那么在第五局的时候 一开局 薛亚利的这对选手 他依然用了这个战术 所以他们开局很快的就以4比1领先 但是在4比1领先的时候 我们樊振东和丁宁 他们也做出了一些战术的改变 要坚定地用自己成功的战术 一直再往下打 那么今天的战术导节目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